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明星,他的身上有许多不一样的标签 杨子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明星,他的身上有许多不一样的标签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这么受欢迎的原因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小的时候拍摄过《家有儿女》 后来被很多的人知道,小雪这个人物已经成为了她的身上一种特有的标签 可是在拍摄第三季的时候,因为投资方的女儿想要演这个角色 即便是她已经进阻,也只能收拾收拾东西走人 在成为演员这一条路上,她经历过许多的挫折 但是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保持着乐观阳光的心态 也正是这样的偶像带给了大众许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在中餐厅节目里,当苏友鹏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以开玩笑的语气质问对方 我是静过你的左耳,可是为什么等不到消息 而在生活中他的感情问题也是备受着关注 大众知道的一段恋情就是秦俊杰 当时两个人合作了一部戏,公开恋情的时候得到了许多人的祝福 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秦俊杰确实因为这段恋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度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线明星,很多部剧都是男一号 并且角色类型的选择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时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还传出来秦俊杰和张雪盈喝同一碗胡辣汤的事情 不过杨子还特别好心地评论张雪盈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跟外人没有关系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杨子在大学的时候还有过一个男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贺鹏 当时相关媒体还多次拍摄到二人牵手逛街的画面 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就分手了 两个人毕业以后各自发展现状是完全不同的 杨子已经成为了当红小花,反观贺鹏,出演的多部作品 比如说《我叫赵贾弟》、《整容夜》、《18岁给我一个姑娘》等等都没有什么水花 后来和肖战合作演艺陈情令也没有被捧红 他在剧中饰演的是温潮这个角色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印象,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02肖战的高奢资源有点虐心,影响力压不住 郝丙把对手整集引了 我现在觉得社交平台的slogan取得真是好 微博叫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头条叫看见更大的世界 百度叫百度一下,生活更好 关联生活,却天天都能拾取到非生活层面的新鲜事 真是有意思,你看这些人,一边嘲笑不参加活动被时尚圈避雷 消失在年底的各大晚会 一边又清楚地知道,肖战手上的资源不敢说是顶好的 就单说这保密程度,都能让顶牛的资本吃饼,打听不到 只能一边踩一边搞事情一边打压 最近肖战到底有什么大好事要来了 笔者都有点迫不及待想知道了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手 这个新资源到底是什么顶配级别的待遇 会集成这样,国内粉丝撩拨不动 开始朝海外伸去,果然办法总比问题多的 很多不混饭圈,认为账号被盗而已 没多大事,暂且不说咱们正常人账号被盗 都会心惊胆战地害怕发生什么事 更何况是和肖战关联的社交账号 在不能登录期间,被盗号者点个有争议的赞 也够肖战吃一壶的 好在是肖战这边有大号提早发现紧急发生 小飞侠们奔走相告 对于下部戏的资源,保密程度有目共睹 社交平台上的风声几乎没有 对于肖战的商务,方间一直传闻不断 还有多少席带官宣,还有很多品牌排队合作 更有网友透露,第四席高奢也在来的路上 如果真如网友所期望的那样,肖战聚其四奢在手 那真的是吊打内于所有的同期小生 尤其是已经官宣的三席高奢 全部都是品牌代言人的最高title 五个月之内全部落地 肖战一直选择低调 可依旧难当这一期绝尘的影响力 用事实说话叫打脸又扎心 这过程中有多少大咖负责添油加醋的苗边 大V放弃N包说肖战被时尚圈避雷 没有杂志风推空有一个title待遇 全部让肖战的成绩回击的连底裤都不剩 先后拿下两席意大利高奢商务T.O.D.S.和Gucci 别忘记了还有一个瑞士的高端 万表真历时,这三席的影响力有多牛 三等马来西亚的星报 真历时的总裁在官推直播时 讲到新签约的代言人 用不可思议来形容肖战的影响力 也就在坊间所转的第四席高奢再来的路上的时候 最近在网上看到 小道消息称肖战将要代言漂亮国的拉夫劳伦 这是早前社交平台上未出现过的品牌 这个牌子是漂亮国的奢牌 经典Polo山 目前不对这个牌子做过多介绍 毕竟是瓜主爆料来的 非官宣布约 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在这个牌子出现不到24小时 肖战影音会在推特上的账号被盗了 这也太巧合了吧 这是干的 真是缺了大德了 当下局势有多敏感不用介绍 这是想用立场这个天雷杂向肖战吗 众所周知 肖战不仅没有海外出道经历 在网络事件爆发后 ins账号被盗后 肖战的海外社交平台的账号都没有 影音会就是一个对外宣传肖战影音的窗口 在月初,影音会还将自己的矩阵发布出来 以免有人冒充肖战或者是影音会的社交账号建群 以防被骗专门打假 肖战当时的网络事件席卷之快 连海外网友都有所耳闻 说出来可能不信 当时黑肖战的竞争对手为了抢夺商务资源 发文在外网上来抹黑肖战和粉丝 就此达成拘调国际代言品牌的目的 过程就不细说了 现在看着貌似要重操就业 同样的手段 熟悉的套路 主要原因是影视作品可以人为组节播出 但是影响力是藏不住 人为压不住的 尤其是不受控制的海外更是藏不住 就是因为肖战的影响力太过扎心 一部积压超三年的狼殿下 还是一厢鞭难二级冲 就有如此广阔的影响力 那是想一下余生请多指教和玉古瑶播出会是怎样的盛况 如果真如网友透露所说 第四席高奢商务在来的路上 那肖战的商务资源 不止扎心 是到了虐心的程度 尤其是高奢资源 三奢的品牌代言人Taito已经够虐了 没想到还有 根据最近的反应来看 已经开始期待了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